主力精准调控指数意图明显 警方最强方向二级拉高出货 那么今天的一个盘面的话呢 它是一个分化啊 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这个不仅是体现的板块上啊 个股上也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体现 那么上证指数的话呢 被精准调控啊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话呢 是基本上是以最高价啊 收盘尾盘的拉伸啊 但是今天的话呢 是直接走出一个低开 并且呢 低开之后呢往下走了一波快速的下沙 那么这种快速的下沙是怎么走出来呢 主要就是砸高西方向啊 对吧 也就是砸高位大盘方向 我们可以知道啊 在昨天中午的视频当中 我也跟大家讲啊 主力资金的话呢 其实在打压是吧 吸筹低位方向啊 低位大盘股啊 它其实的话呢 就是通过高位大盘啊 它的一种一种掩护啊 拉高位大盘去调控指数啊 防止指数的话呢 去破位三千二百二到三千二百点啊 它在三千二百二到三千二百点 这一代的话呢 反正啊 就是通过不断的轮动啊 一会儿拉高位一会儿拉低位啊 目的的话很明显 就是让指数的话呢 不能够大涨也不能够大跌啊 破位啊 然后在这个期期间呢 就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些目的啊 目的的话其实很明显啊 目的就是为了拉高出货 那么打压吸筹低位大盘方向的话呢 其实目的啊 很简单也是为了拉高出货啊 所以 呃 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 就算我们发现盘面当中往下去打压啊 吸筹低位大盘方向的话呢 它其实啊 也就是为了做一个反弹 而不是反转啊 啊 所以 昨天那个五分钟的买点啊 昨天那个五分钟啊 买点的话 其实我们只是啊 在当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 只是做一个差价 做一个反弹而已啊 那么差价做出来之后呢 该卖就要去卖掉啊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的仓位是吧 在往上去拉的过程当中 也减到顺势减到了1.5成啊 那么我现在的话呢 就耐心的去等待市场的话呢 往下砸啊 砸破啊 就算我昨天中午跟大家讲的 去砸破这个3200点啊 这个区间啊 3220这个区间 然后啊 希望他能够去砸到 我昨天给到大家的3150到啊 3130这一带啊 如果能够砸到这一带的话呢 我将会去重新补仓 好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大家需要注意啊 因为现在的话呢 这个主力资金啊 压着不破3300啊 压着不破3300这一带 请注意 他的一个压住啊 不破 我们今天的盘面的话呢 包括昨天的盘面都可以看出来啊 呃 是不想去破啊 那么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破啊 大概率也是破不了的 那么我们要考虑到 如果说在这里压住啊 虽然说现在没破 但是压住之后 他又做了两天的一个缩量洗盘 或者说 呃 没有往下去跌破啊 没有往下去跌破 呃 3200点到320 之后呢 直接往上去突破3300了啊 那么这个突破的话呢 呃 也是一个加仓点啊 什么意思 他在这缩量啊 因为这两天的成年量就放大了嘛 这两天成年量放大的话呢 那接下来呃 要么他就往下破啊 要么就缩量洗 他不破啊 如果说不破啊 或者说直接的话呢 没有洗太长时间啊 洗半天或者洗一天 直接往上去突破的话 那么再次突破3300 其实也是可以去加的啊 因为如果说他想突破3300的话 今天就突破了啊 今天都没有去突破的啊 而是主动的调控啊 通过砸高位大盘股 然后去拉啊 题材啊 题材是拉的最强的啊 然后去拉题材的话啊 这个部分的低位大盘股涨啊 主要是拉题材 然后去往上突破啊 那么这一次的话 他如果往上去突破3300 再次突破的话 也是可以加仓的啊 啊 再次突破3300 啊 也是可以回补部分仓位啊 回补部分仓位 比如说回补多少呢 比如说我可能会回补 一层到0.5层一仓位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去减仓啊 对吧 从这个0.1.5 两层仓减到1.5层仓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预判这里的话 会有一波下沙 但是啊 目前的盘面呢 也是要去往这种想走下沙的 这种走法去走的 但如果说到压住不破 在下方做一个缩量洗洗一天两天 或者洗大半天的话 再次往上突破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他 他是通过拉什么 一定通过拉低位大盘股 是吧 请注意啊 他会去拉低位大盘股突破啊 突破3300 如果是走这种的话 就拉的是啥 拉的是低位大盘 但这种概率的话呢 目前我不把它重点考虑啊 可能的话呢 只把它考虑到30%啊 这只有30%的概率啊 那么70%的概率的话呢 我还是会按照这种啊 走法去做我作为我的一个仓位的一个呃布局 或者说管理啊 所以往下去砸的时候会补回来 在这样一种情况啊 而现在的话我1.5成仓位继续看戏啊 继续持有啊就行了啊 但是如果说往下去砸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你补什么方向 你不能够到时候你才去盲目的啊 去决定你啊 你补什么方向啊 现在的话都要做好所有的一个准备 当然如果说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 如果说大家的在之前的上涨当中 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利润了啊 那么你现在的话呢 仓位可以在我的基础上是适当的倍数放大 比如说在之前的上涨 你拿的是五成仓 或者说你拿的是满仓 那么现在的话 你可以按比例的话呢 去放大我的一个仓位啊 对吧 按比例去放大啊 这个我都不多说了 因为我我由于前前面的话呢 呃仓位就比较小 所以我现在只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啊 去积累利润啊 就这样就这样就叫什么呢 就叫积小胜啊为大胜 然后呢为后期放大仓位啊 或者说为后期灵活的 不至于陷入被动啊 这场战打完了 最终的话我如果说盲目的把仓位加大 那很可能这场仗的话 我就输了啊 我就亏钱了 哎对吧 为了把这场战打好 只能只能够呃 积小积小胜成大胜啊 但如果说大一开始就大胜的话啊 那就那就另说了好 好吧 那么在昨天下午的盘面当中 我跟大家讲过啊 如果说是下杀的话 昨天下午的视频当中啊 如果是下杀的话啊 那么他他大概率 我们说百分之百大概率是什么是同步性下杀啊 同步性下杀啊 呃 不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啊 错开杀啊 也就是说第一个大板股和高位大板股一起杀啊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话呢 整个市场呃有那么一些板块啊是同步杀 但是呢也有这样一个强的啊题材方向走出来啊 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这一块啊 对吧 是这个方向的话 我等一下再再再去跟大家讲 它是属于最强方向啊 他大概率是同步性下杀走出来的 也就是说高位地位都要一起杀啊 打个比方银行是吧 银行的话呢 今天呃相对来说 早盘扛了一下 但是开始走弱啊 但这一天对吧 呃和前几天来比的话呢 是已经已经属于弱的啊 如果说砸的话 那银行以外是往下砸啊 砸一天或者一天半 这样也去砸啊 砸到咱们这个呃 3150到3130这一代再说啊 啊这个我昨天在视频当中跟大家讲了 而像还有证券啊 证券的话同样的 证券的话 今天其实也就是一个弱弱的修复啊 他昨天的话呢 是探底回升 但是这三天的一个震荡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修复啊 啊也就是一个震荡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证券也完全可以是吧 诶在明天或者甚至今天下午就开始走弱 明后天一波下杀走出来啊 那么这就是形成了什么呢 诶以高位大盘为代表的银行 诶又以低位大盘为代表的证券啊 同步性下杀啊 伴随市场其他板块的话呢 也也一起杀啊 这样这种情况 好 那么如果走这种同步性下杀的话呢 那么呃 3130到3150是是能到的 好我们说是能到的 至于到了之后 有没有小级别买点给我们去补啊 说大阴线杀的时候敢不敢补 我打个 我举个例子哈 呃 还是以以之前的这个上阵指数在 因为我我跟大家讲过去类比啊 在周末的视频当中 跟大家讲过去类比这个2012年这一波走势 对吧 那么我要去看一下哈 昨天的走势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近似的当做是 这一天 2月28号这一天 2213年 2月28啊 然后今天的走势的话呢 探底回升嘛 它是一个引线啊 啊 今天类似这种是吧 啊 大阳线之后没有没有没有延续 然后啊 直接走出一个阴线下杀 那么如果说走出这种阴线下杀的话呢 也是不是 如果说比较 就是说你敢于仓与比较轻的哈 或者你敢于在阴线 杀跌的收盘之前去潜伏啊 一定要注意收盘之前去潜伏的话 那么就就可以去抓这种啊 就可以抓到这种啊 第二天 第三天的V转 这其实就是个小级别的V转 啊 但如果说你要去等啊 因为大阴线下杀你不敢买 然后你去等 那么后后面这种大涨的话 你很容易就不敢追啊 或者买不到啊 这种情况啊 所以出现大阴线啊 要适当的敢于啊 去左侧收盘之前去潜伏啊 但是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控制仓位哈 因为呃 在极端比较差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还是会走出连续的一个下杀啊 连续的一个下杀 然后再反弹 不是杀一个阴线杀两个阴线都是有可能的啊 对吧 所以仓位的话呢 这一块分为左侧买和右侧买之分啊 所以如果说啊 接下来证券和银行是吧 再接下来如果有这样一个同步性下杀的这样一个走法的话啊 那么并且呢 能把它杀到位啊 那么可以左侧潜伏一下啊 比如说我在这的话呢 会加个0.5到1层仓位 哎 如果说他第二天继续弹 我再补一点进去啊 然后拉上去卖掉 但如果继续下杀的话呢 哎 那我在这的话补到三层仓啊 再去慢慢补 然后弹上去啊 该插价插价啊 该走人走人 对吧 但是整体跟大家去讲的话呢 呃 整个震荡的格局暂时是 不会轻易去改变的啊 怎么不会去轻易改变的啊 那么这是呃 第二种啊 刚才跟他讲第二种 如果说不能往下破 然后再次往上突破的话 那3300破是要加的啊 然后就直接看到3400到3400再去减啊 总归的话是这种啊 怎么去走怎么去做啊 你要有心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数 好吧 所以同步性杀杀 那么如果不走同步性杀杀还是往上走的话呢 那么大概率是什么 是低位大盘股 低位啊 大盘股强啊 低位大盘股强高位弱啊 或者说呃 反着走啊 低位啊 上涨高位呢 小跌这样子 因为如果说往上去突破的话 对吧 高低位一起涨的话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大涨啊 那就是大涨啊 力度很大的 好吧 好 这是第一个啊 指数怎么去走板块 这一块怎么去看啊 以及大家 以及一个最直接的交易策略 问题啊 好吧 我们再讲第二个啊 因为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 如果说接下来走这样同步性下杀的话 那就以为意味着提财股也要杀啊 也要杀 而现在的话呢 最强的题材的话呢 就是我之前反复跟大家讲的啊 有着主力资金集体布局的啊 这种什么呢 互联网金融啊 跨境支付是吧 跨境支付和啊 这个数字货币这一块啊 那么这这一个板块 这个方向的话 其实在 8月19号那一天啊 8月19号那一天 那一天早盘公布的一个消息 就是金砖国家 是吧 要开发一套自己的支付支付系统 这一天就有就有批量资金 有资金潜伏进去了 啊 所以就带动了这个整个计算机软件啊 整个计算机软件这一块的话呢 大爆发啊 实际上啊 最近的他很强 一方面是跟互联网金融扯上关系啊 啊 证券互联网金融软件 还还有什么呢 更大的一个是数字货币这个跨境支付这一块 在8月19号这一天 然后潜伏进去 然后洗了一个月的盘子啊 然后这一波行情趁机爆发 所以现在的话 他们处于一个什么 处于一个主升浪阶段啊 处于一个主升浪阶段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去提防他 是吧 这第二波上涨 所以我们这波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上证指数 它是一个震荡 包括科充板 创业板 它其实也都是偏向于一个震荡走势啊 包括互联网金融 甚至证券 对吧 也是一个震荡走势啊 但是啊 这三天的一个走势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啊 数字货币也好 跨界支付也好 以及他们相关的啊 这样一个方向也好 它这三天的话是连续啊 大涨啊 连续大涨的啊 那么这种连续大涨的话 我们就要去提防啊 它是为了拉高啊 是为了二级出货啊 而走出来大涨啊 当然我不是说 所有的个股都是如此啊 那么整个板块啊 走出来 拉拉升 所以如果说 大家错过了最佳的进场时机 比如说 呃 在上周五去潜伏啊 上周五是收盘之前啊 是潜伏 是第一啊 时机 那么第二 第二个时机的话呢 是什么 第二个买点 或者第二个买入时机的话呢 昨天五分钟买点 啊 昨天五分钟买点 指数和板块 所以五十买点 就是第二时机 啊 那么你昨天买了 你包括你前上周五潜伏了 那么昨天和今天都可以去做盘中做梯的这样一个时机啊 啊 它是盘中做梯时机 如果说你今天再去追高买入的话 今天你才反应过来啊 然后你去追高买入的话 你就要 你就要 你要知道 你不管是不是二级出货平台 你追高去买的这种风险的话 就已经是极大的的 如果说这个时候 它走的是二级出货的话 啊 它是为了拉高套人啊 因为它 呃 比如说把这个跨境支付啊 啊 这个指数给大家调出来 跨境支付的话 8月19号 这一天有资金潜伏进去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金砖金砖国家啊 然后在这做了 呃 持续的洗盘 然后节前爆发啊 这个爆发 然后节后的话呢 对啊 走出一个二级出货啊 那么这是一级出货啊 那这是二级出货啊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完全也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他自己出货啊 或者说他为为为这个目的啊 啊 至少的话我们从什么建仓啊 这里建仓 然后边洗边建仓啊 这是建仓边洗盘 然后主生浪啊 那么到达这个阶段呢 我们我们要考虑他啊 这里是第一概率是出货 第二个我们才去考虑 他是在这里的话 中途接力 对吧 中途接力啊 有资金的话呢 在这儿啊 接力 但是不论怎么去讲的话呢 啊 第一时间 对吧 上周五啊 上周五啊 潜伏啊 上周五他已经表现出一定强势了吗 然后昨天探底回声的说买 今天你再去追的话呢 至少我认为是啊 不符合体系的吧 我真的说买点不买去追啊 不符合体系 这种走法 包括数字货币 他们俩是同步的啊 数字货币啊 他们俩是是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那么带动整个软件服务和计算机啊 这一块的硬件和软件的一个一个行情啊 所以这一点的话需要大家注意啊 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做到 你就要去这个最佳实际里没有做到 你就要去注意这种风险问题 好吧 那么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中午的话跟大家讲这两点 第一点的话呢 就是主力资金在到底做什么啊 为什么能够把指数的话呢 通过啊 盘面进行精准的一个调控啊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去警方最强的方向的一个拉高 二级拉高出货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这里的话呢 如果真的是二级拉高出货的话 接下来的一个一个杂盘啊 也是非常快速非常迅速的哈 那么至少的话呢 呃 错过了最佳实际 那么宁可等一等 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接力啊 我再去玩这个方向 否则的话呢 呃 那纯粹是就是拼杀勃概率了哈 那仓位小一点还好 仓位大的话呢 可能对不对啊 就很危险 好吧 呃 中午视频就说这么多啊 就很危险了啊 我来找到啊 好 好 那么 感谢观看